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里是2019年的多伦多兰议会 华兹处举办的 一年一次,周六周日两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展厅 旁边呢有一个售卖厅 布展呢据说是花了很多功夫 这一台的花呢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到下面看一下 这一组呢也是蝴蝶兰为主 这里呢有一些石壶 三肩兰 围柱兰 这一组呢是London Orchid Society 它的展位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有万代兰,石壶兰 特别大的万代兰 你看它的尺寸有多大 非常大 一些蝴蝶兰 石壶 这个呢就是著名的蓝色石壶 维多利亚石壶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呢有一点蓝色 而且这一株呢也 颜色也很蓝 有一些兜兰 非常美的兜兰 你看这里呢有一株 白化的蝴蝶纹线 我就有一颗 但是我的现在开两朵花窝 万代兰很美 这个展台的几株万代兰都特别美 深红色紫色 这一株蝴蝶兰呢就是 chocolate drops 是很香的一株蝴蝶兰 假如你留意的话呢 在超市可以找到差不多在15块钱左右 这个table呢是 royal botanic garden should be the best one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啦 就是这颗我一直在找这个 种类呢非常多 这颗是晚夜上网看的 它的种类非常多 都蓝 这个蓝花我都没见过 好棒好漂亮 但是我在南美国家 在墨西哥看到这样的蓝花 特别多在街心公园的树上长满了 我觉得好像叫十八半 蝴蝶纹线 后面有一株椰子蓝开满了花 哇我的天哪 有几十朵啊 这是Winsor Orchid Society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不过它的这株卡特兰还真是好漂亮啊 这个花的直径超过二十厘米 这个展台呢是Watson NG 是个人的展台 好厉害哦 它有这个最大的卡特兰哦 直径好大 巴朵 这一树卡特兰 差不多直径有一米的样子 这里有一株石湖兰 Dendrobium Lucky Charm 好大好大 它大概所有的花呢 都是巨型的 看这一株有多大 获若干奖 我也看了金字写的好了 这是它的名牌 这一株太大了 我的天哪 这个人 他的花全是最大型的 据说他往年 每一年都会参加这个展 每一年都在那个 它都是它的center piece 都特别大 它的花呢 并不是最美的 但是呢 是最大的 毫无疑问 这株呢 叫做Love Passion Orange Bird 看有多大 这里有一株大型的卡特兰 花很多 现在开不少 大型的卡特兰 在多伦多开花不容易 它养的相当好了 我相信它是有温室的 不然的话 不可能长这么大株 这个table呢 是南部安省的 就是这个主办方的table 相当有艺术感 但是它的种类呢 也相对多 这是Cathalia Mini Purple Epidendron 这一株呢 我很喜欢 这个造型呢 整个这个table的造型呢 是这里面最具有艺术性的 有一株万代兰的颜色呢 也相当特别 是深紫色的斑点 事实上呢 你看食物呢 比本身呢 看起来颜色更深 比较特别 这株兜兰呢 是香型的 就是所有兜兰里面呢 最香的一颗 作为很多兜兰的杂交的母本之一 这里的一株兜兰呢 Sakaki 它的花呢 特别大 非常的特别 是那个 Egg in the Nest的杂交品种 但是这一株长得非常美 非常特别 个头也很大 另外的几颗兜兰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一株呢 是Piping Rock Orchids 全部都是兜兰 它的兜兰呢 特别棒 这应该是 玛丽坡 金兜 金童玉女 这个是 粉兜 这些都是原生种的 兜兰 非常难得的兜兰 这一组的兜兰 看起来好像都是原生的兜兰 非常难得的兜兰 全部都是原生品种的兜兰 这个呢 属于 兜兰之王啊 全世界最大的兜兰 它的株值 看起来不大 这株的株值 看起来不大 但是它的花呢 相当的大 非常的大 看这是我的手 只有它的一半 兜兰之王